今天讲好上周六 上周六然后呢就是侯友宜市长 早上一个世事大会 一个世事大会 然后他就讲说 你不要再讲我好好做事 我不是好好GPT 是因为民进党连好好做事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你怎么看这段讲稿 我觉得讲的比之前好很多 就是说他把好好做事这件事情 把它扭转过来 就是说你们平常都批评我好好做事 但是呢你自己批评我这些人 你拿这些事情来嘲笑我的人 你连好好做事都没有啊 如果民进党有好好做事情 的话那我们会缺电吗 我们会缺蛋吗 我们会缺水吗 我们会缺疫苗吗 会缺口罩吗 这几年来大家排队排到是苦不堪言 大家就疯狂排队 这种情况我必须说 这是最基本的你都没有做好 就是民进党连60分的基本分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任何人嘲笑 侯友宜好好做事 我都觉得OK 我也没有说好像国民党人 就不能去笑他或什么 但我觉得民进党来笑他这件事情 是有点荒唐 你觉得那天近距离观察 你觉得他已经准备好做这种候选人了吗 嗯 你说哪一天 在早上52044大会的时候 早上那天很好笑 因为我们就所有的立委候选人就排两三排嘛 然后就排到后面 然后他讲话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都还蛮紧张的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气 为什么 就很认真听 因为就是 好啦大家普遍都觉得他在第一个出场 就是在中场会那天讲的不是很好 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因为都是国民党的 我们就很瞎的分不出来 不会失去分辨能力 大家都觉得那天讲的不太好 然后那天好像听说他也生病了 他好像感冒很严重 但不管怎么样 中场会那天第一次出来宣布总好候选人的时候 他讲的真的不是很好 然后呢 所以那天第二次就是世事大会他要演讲 他就很紧张 怕说万一讲不好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前面大家都没有说话 然后后面他火力就来了嘛 后面他就开始讲说民进党哪里做不好 甚至把好好做事情 这件他被嘲笑的事情 拿来自嘲之外再攻击民进党 这边开始后面就开始起手说 后面的人就说还不错 还不错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隔壁赖世宝啊 然后他有笑啊 他觉得蛮好笑的 他觉得 这也太好笑了 这代表说你们在提名之前 其实不知道侯友宜的水准跟能力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演讲这部分 我们知道说他新北市治理的是不错的 坦白讲新北市真的他做的不错 比方说像我之前跟他们去参观那个温载郡嘛 然后那个地方是他本来是一个工厂 然后很多违章工厂 所以要把那些违章工厂轻走 其实难度很高 但他在他任内接续朱立伦的政策 他还是做到了 所以他做事能力应该是有一套的 可是他说话就是他的弱项啊 就不管是说他的国语不够流利 然后呢可能台语跟国语之间的转换 然后或者是他的台语有些人也听不太懂 然后他讲话的那个演讲的风格 可能都不是那种 大家想要看到很震撼的那种 韩国语式的政治人物 大概不是 不是那样的类型 可是不管怎么说 你如果要选总统的话 你还是要练到一个基本分嘛 苦练也要练出来嘛 像当时蒋万安就是也是苦练练出来 练出个样子来 大家自然就会觉得说 我愿意支持你 所以他很紧张 那他到晚上去这个另外一个 应该算是网络媒体吧 自媒体 自媒体的人就无视他董事长的场合 那一场场合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有点怪 那是侯友宜设定好的起手势吗 除了世事大会之外 不是那就是吴董的节目啊 那侯友宜是来宾的角色 他是来宾 他是来宾 吴董就是节目 吴董就是一个节目 然后会邀请来宾 然后侯友也是其中一个来宾 就像吴董在2022也有办过两场 一场来宾是蒋万安 一场来宾是黄珊珊 所以两个来宾都有来过 然后其实那就是一个舞台 让候选人有表现的机会吧 我觉得因为那个舞台是蛮难得的 就是说吴董他的见面会的舞台 都做得很好 然后呢就舞台做很大 然后声光音小做很好 很像演唱会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握那个舞台 然后可以讲出一个道理来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累积 包括网路上的支持者 所以然后他 所以他跟那种一般的造势现场不一样 你说造势现场 你要听一个候选人讲10分钟15分钟 坦白说真的很累 可是像因为那个场合 是大家都有冷气坐 然后冷气吹椅子坐 然后呢声光音效又很好 音响又很好 他像是一个秀 然后呢没有去参加人也可以从网路上看 还可以回看 然后后续还可以上字幕跟做剪辑成很多clips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很好的舞台是你可以展现出来 像我在那边做了 你觉得候选人表现好吗 我觉得还不错 他有几个段子我觉得是OK的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他有被问到一个年轻人19岁吧 问他说 你觉得如果不能说厚厚做事 不能讲这句哦 然后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自己的理念的话 那你会说什么 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准备 那是临时问的嘛 他就说他用台语讲的 他就说我会用生命守护大家 对没错 我用我的生命守护全台湾 还是什么的 这个国家什么之类的 这个问题对侯市长来说不难啊 因为友谊有三宝啊 这个守护团结共好 守护团结台湾共好 专业的 就是他每个问题当中都会置入这三个关键字 友谊有三宝 对友谊有三宝 团结团结共好 团结守护台湾共好 对然后他有讲一个说用他的生命 然后还有前面他讲了一段 其实我是听了第二次才听懂 因为我 这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的那个闽南语不是很好 然后他的闽南语又有他自己的腔调 他前面在跟大家讲那个陈静心 他当时陈静心的那个故事 然后讲的还蛮生动的 虽然是讲古 可是因为对我来说 我知道陈静心的事情跟他有关 但我不知道那个过程跟故事 所以听起来会觉得还不错 等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我们装年轻 我真的很小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那边用台语假装年轻 拜托那时候白小燕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叫我们不要出门 都说不要随便出门 现在很危险 现在台湾很危险 你那时候有多大 那十几年啊 好像三年级吧 国小吗 我看一下陈静心 陈静心是国小 废话不然是什么 我也是三年级 可是我是高中 那我 陈静心是几年啊 陈静心我查一下 陈静心是 陈静心 97年的时候抓的吧 1997年的时候绑架 我1989年啊 OK 这个话题可以解除了 我八岁 对我八岁 我八岁的时候 所以爸爸妈妈都会说 不要不要出门放学赶快回家 然后都会去接小孩 很怕说下课之后就被不知道拐去哪里 觉得台湾质量很差 把陈静心这个鼓再讲一次 他想要表达什么 就是他守护人民的概念 对就是说他从基层出身 然后做警察 然后因为做警察会保护大家 他有讲个重点 我觉得还我觉得算有点感动 他说前面讲这个为什么呢 他不是报那个小婴儿吗 然后那个小婴儿后来去美国了 然后呢在他第一次2018年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回来台湾就是要支持他 然后就跟他讲说 他是回来就是专门要来支持侯友宜的 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是侯友宜的话 他没有办法过他现在这样的生活 所以跟大家update一下 当时那个陈静心那个差点被干掉 那个小婴儿就是人质嘛 他又说他说你敢 他说他进去的时候跟那个陈静心想 因为陈静心有一阵子有点抓狂 情绪有张力很大 他又说你敢你敢干掉那个人质 我进去我一定把他枪毙 他说我没有在管你什么 你只要杀掉那个人质 我进去一定就直接把他枪毙 我不会跟你讲三七二十一 他听完之后就冷静下来了 人还是跟自己的生命是 就是想到自己可能等一下会被枪毙 还是想说算了 那但是这一场还是意外差出很多火花 对 像是什么这个无垃圾 无垃圾 那是什么状况啊 那就是他们两个在台上台杠 你说谢龙界跟这个侯友宜在台上台杠 但我觉得虽然侯友宜道歉了 但是我希望侯友宜不要收 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在台上跟龙界先聊天的 侯友宜才是真正的侯友宜 像是一个人 你听过我讲过很多次 他私底下跟台面上完全两个人 他只要碰到那个舞台 就会变得非常僵硬 好像机器人一样啦 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私下收是一个还蛮爱拉底赛 然后呢就是讲话就是那样 像是他有一句话是 我们私下在聊就说就是我们那天开始之前 然后呢就前子就说今天那个赖清德回应你了 他说国民党没有自由民主的DNA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问说 虎友要不要回应 因为我们就觉得他应该回应嘛 等一下就有一个场子 你就可以回应他 然后就问他的看法 然后他就说什么 台湾政党轮替这么多次 赖清德也受害嘛 这个然后他讲完之后 然后本来他们就是会把他又弄成一个稿子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我就举手说 其实市长刚刚说你也受害嘛 这句话还是可以讲啊 因为那是你自己本身 你平常就会讲的话嘛 那不需要把他收回去 所以后来他在台上的时候 他有说赖清德你也受害嘛 然后才讲到说 什么政党轮替什么之类的 对所以我会希望说 虽然他这次道歉了 那当然嘛就是也不是台南市民 有没有眼睛的问题 但是是整个台南是被民进党所控制 导致于市民没有办法看清楚真相 所以很多人其实后来也发现 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整个应该是这样讲 整个应该是这样讲 不是台南的人没眼睛 是他的眼睛已经被 民进党他各种媒体然后形象 然后去看到一个假象 所以他误以为是那样 等选完之后才知道什么陈凯玲啊 什么88枪啊 然后什么光电政府一长会选案是这么垃圾的 那个不能怪民众是不是有错 不能怪民众 可是要怪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用尽心思去利用台南的市民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但是我不希望侯友宇太收 我觉得我觉得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因为失言理论上来说是扣分的 可是我觉得对侯友宇来说 这种程度的失言其实对他来说是加分的 因为他过去会让人家觉得很无聊 好像我们在玩那种RPG游戏 走到哪边然后遇到举小星 然后就按对话牛 好好做事情 好好做事情 团结 团结共好 再回去会再回去 好好做事情 就很无聊啊 这种没有人会投票给这种NPC的 对 所以侯友宇我觉得那一场对他来说 最大的好处是他有一些火花出现 再加上说他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人 有喜怒哀乐 有喜怒哀乐 然后呢也会也会犯错 然后不会只是说是好像要表现的一副那种 就滴水不漏那样子的那个那个形象的 那所以我觉得 犯错真的没有关系 你看柯文哲吧 他讲错多少话过 有人在怪他的吗 也没有啊 他粉丝还越来越多 不是吗 但是当然你 你讲错的话道歉我觉得是对的 就是说侯友宇讲说台南能不能拨不拨 道歉之后 然后再去讲说 那为什么他当时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去讲啊 进一步去讲啊 不是台南人没眼睛啊 是眼睛已经被民进党那些人刻意去蒙蔽了啊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把他们眼睛打开 让他们看到真相嘛 看到真相就会选对人了啊 我觉得之后还有两个有趣的发展 第一个是对 侯友宇确实后来就说道歉 他是 那他道歉 我个人认为是成功的 因为他是 他没有在那边印好说什么口误 他说是一时情急 那符合当时那个气氛 你看过那个影片回头去想不会觉得他在印好 所以这是加分的 他看到就是觉得谢荣介很棒啊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 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很平等的一个活动 就比如说我也可以讲十几分钟 那荣介也讲 荣介跟这个侯友宇也讲 他们两个互动 那他当时在那边听 他就觉得谢荣介讲太好了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当选市长 他就应该要当市长 他现在突然觉得自己是在台下 准备要举手要发言的阿伯是不是 没有 我们台上互相都会这样子 就是那个舞台是一个我觉得蛮神奇的 就是因为他很大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台上做他自己最好的表现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听对方讲 然后会觉得说对方好棒 或是对方很烂 如果有很烂的人的话 就会这样这样子去想